再来看到台铁又传出了公安以外 东部铁路因为918地震受损 台铁人员持续检修 却传出台东公务团 玉里盗班4名技术人员 上午进行 板式轨道调整作业时 遭弹起的铁柜急伤 台铁局表示 受伤的4人送医急救包扎后 都已经出院休养 台铁也将查明事故原因 日理消防分队上午接获报案 只说克城桥区域铁柜 有台铁人员被弹起的铁柜急伤肋骨 脚踝等部位 共有4名伤者 道场评估23岁的 欧姓技术助理左脚受伤 可能有内出血比较严重 另外3人都是轻伤 陈姓技术助理两小腿撕裂伤 卸姓临时人员两腿膝盖受伤 而另一位女性临时人员 则是脚踝受伤 派遣玉里9193及腰管车及东里912车前往现场 到发现然后因事故地点有段距离 让我们使用台铁工作推车将患者送至路面 那经我们救护人员评估 其中一人伤势较严重 怀疑可能有内出血 其余3人不会脚步的轻伤 市政分别送往玉里农民医院及玉里直系医院 台铁局表示 玉里盗班同仁在勒勒溪桥 调整因受地震灾损的板式轨道岗轨 因作业不慎 四位同仁受伤送院 经医院检查以及包扎治疗之后 都已经出院休养 将查明事故发生原因 加以改进 避免相同事件再次发生 记者高双双预证采访报道